YO 各位小伙伴你們好 我是入江石山 你們殺氣逼人的閃哥哥 歡迎收看老閃帶來的 塞爾達傳說王國之類的遊戲解說 今天呢我們帶來的是第十五期的視頻 好 我們先來這個雕像上面 拿個雅哈哈 大概在手指的位置 這個地圖真的是到處都是雅哈哈 再來個通天樹 哇 這塊石頭真的是讓我僱勇了好久 呃 在後面的這個位置 追究這裡有沒有看到一個突兀的石頭 拿來吧您 我們現在已經有13顆種子了 這一期看看最後到底能拿到多少顆種子 呃 有看到下面這個地方有三個方向的鐵軌車 軌道 這三個方向呢我們都會用到 那首先呢 欸 我們先去找阿源好了 這裡呢有一個小孩哥 小孩哥的任務呢 其實和阿源 尋找阿源的任務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可以一起接料 古龍城的這個小孩哥呢 提到一個地方叫做古龍提亞 曾經古龍主居住的地方 啊 我真的租租租租租租租 租租租租租 好難 好難哦 但是他不知道怎麼樣過去 他知道有一個神奇的載具 沒錯 就是礦車 而且這個傢伙可挑咧 他只認這個礦車 因為這個礦車有電子 其他的礦車 因為沒有電子 他根本不認得好嗎 給他裝個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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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把這個小孩哥給搬上去 呃 好吧 他是NPC不是雅哈哈 跟他對一下畫他會自己上去的 哦 就是剛剛 嘿嘿嘿嘿 挺麻利的嘛 這就上去了 這個電子彷彿就是為他準備的一樣 驅動吧礦車 礦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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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有爽到阿園本部 哇 我們已經到達了鐵軌的終點 他有給我什麼好東西嗎 嗯 他要去找古隆提亞了 這個古隆提亞 我們之前在村里的時候 都是雙眼 報社女記者雙眼也在找這個東西 小孩哥給我們畫大餅了 說有錢了就雇我們零課 哎 這個餅我也給妹子畫過 我曾經有個很喜歡 不是曾經 我有個很喜歡的妹妹 她在玩cosplay 我經常對她說 等我有錢了我就把你牽下來 餅啊這種東西 好了好了 阿圓呢是在這個山洞裡 旁邊有他兩個小弟在門口把守著 剛才的哥哥 是阿圓隊長的朋友 啊 裡面有個金髮的姐姐 兩個人說啊 不是很喜歡這個金髮姐姐 因為 所有村子裡的博物 不幸包括可口言都是 金髮小姐姐帶來的 阿圓他呢本來是一個善良溫柔的圖狗 但是自從戴上那個奇怪的面罩之後呢 啊 那是因為面罩帶來的嗎 那不是因為面罩遮住了臉 讓阿圓釋放了本性嗎 好吧 我再胡扯 哦 這個地方特別特別的熱 就是之前我因為捨不得賣我身上的裝備 然後呢 就去俠谷裡拼命的抓耐火蜥蜴 但是耐火蜥蜴做的藥 好像進不到這個洞裡來 進到這個洞裡來就要燒掉了 哇哦 這個背影看起來和塞爾達一模一樣 可口言 也就是這麼撞出來的 哇 它肉塊看著好好吃的樣子呀 呃 好 會把那個古怪的面罩摘下來吧 做回自己 這個像塞爾達一樣的人好像在操作什麼 好吧 它的CPU好像燒掉了程序錯誤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和阿圓進行一場 酣場淋漓的戰鬥了畢博然 好吧 說實話 其實只要你走位就好了 啊 空槍啦 是這樣子的 阿圓的攻擊呢 就是把自己團成一個團團 然後再過來滾著砸我們 我們只要走位就好了 其實這個時候都不用跑 等它 等它開始砸的時候再跑就好了 然後它撞到牆之後呢 我們就會眼貌精心 瞅準這個機會給它來一下 然後它面具又會碎一塊 還剩最後一下 它的水條就剩三分之一了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東西 這不是它的這個潛咬動作好像 哇 丟人 這個潛咬動作真的有好像相撲 但如果砸到我們的領克呢 它就不會眩暈 只有砸到牆的話才會眩暈 狗子 狗子你回來了嗎狗子 眼神變得清澈了起來 面具碎掉了 已經沒有什麼可以遮擋我了 我決定做回 偽裝的我 我把我的心針藏 你看 塞爾達殿下的背影 所以你不抱一下我們的領克嗎 好吧 可能領克在二元心裡是非常強大的存在 本來呢 大家想追上塞爾達的腳步 但是它消失在洞口之後呢 這個山洞就被封上了 一種指引的聲音 應該是古龍 好吧 是古龍城的先代賢者 其實王國之類的劇情呢 真的比較簡單 只要你動畫啊電影啊看的多 基本上 都知道的 反而狗子哥又在喊我 他想出去玩 這邊呢我們獲得了一個阿元的技能 就是指揮阿元去撞開前方的東西 跟他說蹦衝 他就會砸開可以砸碎的石頭 第二邊 當你砸到目標物之後呢 他中間會有一個冷卻時間 但如果你空腔的話呢 他就 他就沒有冷卻時間 等他回來你就可以再次 發動攻擊了 塞爾達殿下已經不見了 突然看到山頭冒著的赤色煙霧 這個煙霧呢 好像是在海拉魯城堡浮空的時候 然後天地一變 突然就開始噴發起來了 突然就出現了 他擔心這個火山噴發 他就自己去調查死亡之山 然後在死亡之山遇到了塞爾達 獲得了這個 這個面具 但是阿元憑他的本能 就覺得死亡之山非常危險 所以他決定一個人去 並且戴上我們的林克 哼一定是 因為他覺得林克太厲害了 並沒有把林克當作工具人的意思 好了好了 這邊呢有個山洞 這個山洞裡面呢 有一個耐火鎧甲 就我們身上穿的這件 古蹟就是為了給我們進山洞方便用的 哦對 為什麼來這邊 因為上面還有一隻雅哈哈 這個地方好像是有人休息的一個洞穴 再往上穿 鼓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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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 像個瞭望台的感覺 好 我就知道會這樣 這個地方就爬上去好了 哎 哎 旁邊有一個應該是什麼蔬菜烘飯的食譜 不管它 穿上來 真的最最最頂了 調查一下 本期視頻的第二個克洛格種子 走我帶你拿第三顆 第三顆呢 就是往這個縫隙石縫裡飛 再帶有一個鐵橋下方 還有一個雅哈哈 咿 啾 啾 啊我們已經有第十五顆了 來算一算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二十我們這期視頻 至少能把這個種子累積到二十顆 好了好了 這個木劍哦 射罐子的木劍會留下來 像羊花 像羊草 哦這個 我不喜歡這個火系的石頭怪 它會燙手 打這個石頭怪呢 它有三種方案 哦還有一個 不是阿元 阿元你取著幹什麼呢 我一直等著阿元打 哎 我現在覺得阿元 她估計是真的把我當作工具人了 等找她幹事的時候 就舉著她的大斧頭 假裝呃我我我都已經舉了 你還要我幹什麼可惡 好那個石頭怪等後面遇到 我在跟你們說那三種打法 我們先回到就是神廟的位置 就她那個村里的神廟 那邊還有就是護送呀哈哈 我和我的朋友走丟了 但是我現在累的已經完全走不動了 你能把我送到朋友的身邊的那個嗎 好好好送送送 來我們先 回到礦車的這個位置 是 她在這邊邊的小山坡上 要跟她對話才能看到冒起狼焰的地方 哎真是鬆腦筋哦 有多鬆腦筋哦 好遠哦 你看這個不用礦車是不行了啦 那我們先把她搬到礦車那邊 好吧設定是這樣子的 呀哈哈她是搬不起來她和NPC一樣 但是她的背包可以 背包也可以組合 兩個礦車是一個風扇驅動不起來 能不能直接咬下來 算了我不咬了你給我整個下來吧 討厭 用這個單個的礦車 把她安在這裡 然後再來一個風扇 調整好角度 剛剛一瞬間我就想起了下期的日兵 天哪 火之神廟太苦了 哦對我們放出軌道了 因為亞哈里這邊比較近 呃不是因為那邊有兩個礦車就被誤倒了啦 我們要到這邊的 就是弧度向右彎的這個軌道上 然後再把它放進去 哎我對這個亞哈真好 我都沒有把它放在風扇上呢 崩 哦對在軌道上阿遠就會進入待命狀態 啊 好吧又知道這邊有一個有一個章魚怪我走秒這個章魚怪了 你看當你沒有攻擊到東西的時候呢阿遠會很快回來並且沒有就是冷卻世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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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礦車軌道的效率的確是真的高呀 回來了 可是這個鐵軌就是不是那麼那麼的長 我可以做到頂端 為什麼呢 聰明的小伙伴應該已經看到了 對沒有錯就是露米 你 哎哎呃 先不著急 我們應該還沒有到露米的那個警戒距離 可以嗎 再來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露米是能射三下還是四下來著 因為正好就是我們身後都是洞窟的位置 所以他會往洞窟走 對我們來說就幾乎是貼鏈了 看到這個洞窟沒有 哎怎麼會有怪的聲音來 哇 虧血虧 進入這個限界島坑道 可以打個標記 回頭我們可以過來進貨 什麼翅膀啊 眼珠啊 我之前在就時間有點久了嘛 王國之類剛出來的時候 我在網上刷視頻曾經刷到過 有人做那個 蝙蝠怪進貨工具 就是 直接飛出來 然後 把它全部都弄死 就那種激光呀或者火 開始覺得很厲害 現在就玩久了 自己好像也能做的樣子 但是還沒有嘗試過 好我們現在就把這個雅哈哈給搬過去 他們到底在煮什麼東西啊 一種臭臭的種子 真的很好奇 啊 交出來吧 我們已經把你的朋友給搬過來了 直接釣到17顆種子 不用送了 只有這裡可能不行 太遠了蠟露 把它撿回來 真是的 煩死了 到底什麼情況 就是每次我在樓下工作的時候 狗哥他就會叫 拼命的叫 就我 他一叫我就會理他 但是攝影在的話 就是狗哥完全不叫 去吧阿元 在我身邊你得乾點火 我一直覺得我們團隊的地位是這樣子的 狗哥在狗哥心裡攝影是老大 狗哥自己是老阿 我是老莫使 但是我覺得我才是老大才對咧 反正狗哥真的不把我當人 好那我們繼續回到這村裡 這個傳送技能真的好好用呢 好回到神廟的位置 又回到這個礦車這裡 啊這是第一個軌道 這是第二個軌道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第三個軌道 那個軌道那裡 但是那個軌道那邊因為沒有風扇 所以咧 我們就先裝個礦車過去好了 第三個軌道的起始位置呢 是在這個小路 中間的小岔路往下走 欸我怎麼覺得有點像百度導航的感覺 前方路口 向左走 注意不要上坡 是這種感覺嗎 好現在讓我們來找第三 啊不是不是不是 那第二隻要運送的呀哈哈 其實大家大老遠應該已經看到了 小坪有時候 還好吧我覺得索尾奇的沉浸感也還行 雖然是真的小一點 但大坪的話 這些小細節真的一下都發現了 好遠好遠這個地方不坐礦車怎麼去呀 你為什麼累的動不了不都是因為你的包裹太大了嗎 走 原路回到我們礦車的位置 哎看到沒有剛剛那個地方有一個撸米 我先把按上去 我們先把這個撸米給解決掉 好 上眼球吧 自動瞄準 天叫 真意 我愛這個零刻時間 真是打了她毫無還手之力好好好 我那裡用逛逛逛 丟 好像只能打三下 可以其實 其實阿遠你不用下來的 我都為一個通天樹都鑽上去了 討厭了啊 來都來了 沒有塞爾達在的話這個可口岩好像不會出來耶 它只會碎掉然後消失掉 就不能給我一個可口岩讓我裝在我的武器上嗎 盾牌上嗎 好回到這裡 細心的小夥伴呢應該已經發現了 就是我們借完雅哈的任務之後呢 這邊刷出來一個礦車 應該是遊戲設計者就告訴你 你應該從這個位置這個鐵軌送這個雅哈哈 好開車 突然好想在車上賣票 如果如果你不給我足夠的種子 我就半路把你丟下去 你要是不給我4顆我就半路把你丟下去 哇這個火星還一直在刺 但是由於 它染狼煙的位置就在這個附近 所以沒有辦法 我們真的需要再半路 把它丟下去 還好雅哈哈不會乾 那邊怎麼滑下來兩個鐵板 是那個礦車撞到什麼東西了嗎 卡邦達 卡邦達你等著 那會我再幫你來竖牌子 十七十八十九 十九 十九顆種子 回頭帶你們拿那第二十顆種子 好的卡邦達我來了 本來我在想是不是 他給你劃幾個鐵板 讓你使用來幫卡邦達裝東西 其實這邊也有部件了啦 可能是因為就是真的是太熱了 所以這邊沒有用木板而是用鐵板 是這樣子嗎 好我的思路是這樣子的就是先用長板子打底 打底之後才能把兩個矮矮短一點的板子給立起來 像這樣子交叉夾住他卡住 對這樣子 沒有力住 怕什麼呀卡邦達卡住 這個地方有點危險 但是立住了 馬力住就不管他 不不不不 咦我怎麼覺得會有一點點風險呢 而且不管他立住了 立住就不管他 然後卡住這裡 那你鬆開手試試吧 嗯 啊 不是這不是立種子嗎 哪裡大逆服的我 可惡 我覺得判定應該出現了一點點的問題 就是我們這根長板子對不對 它是和短板子接在了一起 但是另外一邊 它的長板子和短板子沒有接在一起 就是用一個詭異的方式運行了起來 但是系統不會判定你成功 就是你一定要把這兩個短板子 都和長板子銜接在一起 就像這個綠色的黏膠一樣黏住 不要像第一次我們裝的時候 就他啪消失掉了 但是他明明立住了討厭 我們再重新累一次吧 你看兩邊 不是又消失掉了嗎 好吧可能不是這個問題 我們再試一次 不可能不存在 嗯 我卡住了 我卡住了 無所謂啦奇怪的判定方式 沒事卡幫打 你開心就好 可能第一次他 並不想把飯糰給我們呢 搞定 紅蘆餅 冰冷的野菜飯糰 你不能搞點其他好吃的東西嗎 還有炸彈花或者是煙霧蘑菇 哦我喜歡炸彈花 可以了可以了 呃下期視頻呢我們再來做這個死亡火山 死亡 應該是這個名字 現在呢我們把最後一個呀哈哈 給她找出來 沒錯就這個位置 她這個部件呢有點像一把小椅子 找到合適的空缺 調整一下位置把它推進去 呀哈哈 這種呀哈哈呢是這一代才出來的 就是你要需要有揪幾手才能解決這個東西 反正就是你要觀察她的那個鐵塊的形狀 把它拼成一個比較規整的圖案 呀哈哈就會出現 好了又回到了這個 另外一個礦車 死亡之山西邊作業場所 啊好吧各位小夥伴我們下一期再做這個火山任務 好了感谢大家收看 本期的視頻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可以的話 也請賞老闪闪一個關注 我們下次再見嘍拜拜